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开始颁发 这意味着对于星球大战期 原理觉醒和诸罗际事件之类雄举全球票房历史最高纪录及五名 却从未护好莱坞垂清的大众娱乐片 自此以往 那个代表电影艺术最高荣誉的最佳片 小金人像江不再渴望而不可及 一直以来 票房大片与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女主之类重要奖项无缘 并多拿个技术类奖项 比如特效 化妆 严格说来 好莱坞历史上曾有一次例外 那就是1998年 票房人气大片《泰坦尼克》囊括了十一尊小金人 包括主要大奖 明年开始 更多票房冠军们将进入电影艺术 与科学学院评委们高高在上的视线 泰坦尼克是奥斯卡奖历史上一个例外 以票房人气冠军成绩 获奥斯卡评委垂清 是这个新奖项是奥斯卡奖主办机构正在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一 推动变革的主要因素 之一是颁奖仪式收视率逐年下滑 在美国 收看奥斯卡奖颁奖仪式 电视直播的人数2000年是4630万 今年只有2650万 另外一个变化去颁奖仪式时间将从3.5小时缩短到3小时 到目前为止 新设奖项的具体衡量指标还没有官方解释 不过 几年来可以看到电影艺术学院 开始更多关注那些票房人气高涨 玩影评一般的片子 具体做法是从2009年开始 把入围影片数量 从5部增加到10部 其实 奥斯卡奖也在不断与时俱进 或许速度不快 但脚印是一幕了然的 最近一次增加奖项是2001年 设立最佳动画片奖 玩具总动员冲上金光大岛 动画片进入新纪元 后来 冰雪奇缘 2013和小黄人大野盟 2015后来只剧上 票房成绩 奥斯统才 估计进出新奖项的影片 的主要是票房冠军类大片 2019年2月24日颁奖仪式 将开启超级英雄和科幻类影片的新纪元 《星球大战》 原力确信 是电影史上票房收入最高 但只得到剪辑 音响混合 视觉效果等几数奖项提名 最后什么也没得到 据BBC娱乐记者分析 电影艺术学院式的设法 让票房成功和获得的奥斯卡 殊荣更接近 从大背景来说 奥斯卡奖被批提名影片 投票评委都且多元化 而且更欢迎大众的真正需求脱节 不过 新奖还没问世却已遭到批评 好莱坞记者断言 他制造的麻烦 将超过解决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 怎么定义和衡量 受欢迎获人气高 popular 决定因素是票房数据还是预算 在难分众博的情况下 谁来定夺 好在 留下一次颁奖还有一段时间 好在内容 参得